每年3到5月份就是赏银的季节了 而花莲鲤鱼潭的赏银季也展开了 花东纵管处提醒前往赏银的民众 要依循导览志工老师还有工作人员知道 不要撑闪 不要穿高跟鞋 或者是露脚趾头的凉鞋 以维护个人的安全 同时也要把照明手电筒加照红色的玻璃纸 来降低光害 避免影响到萤火虫的生态 今年防疫的关系 纵管处特别规划相关防疫措施 以保障游客安全 包含赏银活动期间将设置管制通道 也请游客如有需要请自备口罩 希望让参与游客有一个安全愉快 难忘之幸的生态之旅 萤火虫大概3月就会下旬 它会慢慢的大出 所以我们比照以往 今年的赏银的活动 我们原则上会是在4月上旬 就会开始提供游客免费的导览解说 那我们今年初步的规划 跟往年一样 就是在观音亭 就是我们坦南的延寿亭 会有一个服务台跟管制点 那主要的动线还是以潭东的这个在闸门区域里面的这个范围来提供游客赏银服务的这个解说的空间 驴团油气区环境有干净没有受到污染的水质以及丰富的萤火虫漆地环境 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 孕育出绿光芒的火金箍穿梭林间 一闪一闪的网如地上的银河 火金箍短暂的沉重阶段中 以光作为求偶 繁衍的讯号 藉由特邮的发光频率发出讯息 吸引异性靠近 因此每年的3月底到5月夜间的驴团 总是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记者林杰盛风箱采访报道